我刚刚主要是 其实我们刚刚也一直都是用功 都做了功课 他说的也没有错 但是那个发表会造成一个错觉 就是说没有婚宴礼服的人 就是没有被选上 这个发表也没有 但是容易造成误解 就是说因为他没被选上 所以他没有婚宴礼服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他没有婚宴礼服 所以他成为没有被选上 这里面有一个因果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都被招了 但是呢我们有可能不被选上 不被选上 是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婚宴礼服 那这一篇 这个22章1到14节 这个我读一读 我就觉得全世界主耶稣 最会讲故事 全世界主耶稣最会讲真理 所以你能不能相信 在这14节的圣经里面 主耶稣就像这么一个 生动的一个比喻 它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性的比喻 把整个他新约的经文 都说在里面 不可思议 对不对 仅仅14节圣经 一点废话都没有 然后呢 一点也不教条 对不对 就把整个他新约的经文 都摆进来 那你注意一下 这个整个这个比率 它是架构在三次说到招 这三次的招在原文里面 都是不同的字 清楚吗 这个第一次的招 就是这个 第一次说到招 不是说第一次的招 第一次说到招 我所指的这个招 第三节 那些被招的人 这里有一个招 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说 请 就是非常礼貌 我非常尊重你的 请你来 这个这个是这个招 是指这个招的态度 你们听得上吗 在第三节 有没有 去招那些被招的人来 有没有找到 去招那些被招的人来 换句话就是说 这个招它不是临时的 是老早已经招它了 好现在呢 就好像一个婚宴 我们不会明天要结婚 今天才发请天嘛 突然邀人 对 早就给你时间预备 对不对 就哎 建成弟兄啊 民国七百八十五年 我都乱讲了 这我的儿子要结婚了 对不对 我先请席给你 请你预备 好 那现在这里了 就算明天了 我要结婚了 我就去招你这个被招的人 这样领会吗 我老早已经 就告诉你了 对不对 现在我来提醒你 好 而且这里这个招 我再说它是请这个字 就是非常尊重你 你是一个上兵 我非常尊重你来招你 那第二个招字 我这里所说的第二个招字 是在第九节 你们要往插入去 樊越界都招来 那这里这个招字 在原文 它是两个字组成的 第一个就是同 一同个同 第二个就是引导 清楚吗 同和引导组成的 换句话就是说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说 我带到这里写了 就是把这里有一班人 同导引于一个地方 那这班人 他不是预先的 清楚吗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他要去哪里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说 你到大路口 到岔路口 当然你要知道 照着真理来说 我们都是在创世之前 就被招了 就被选了 对不对 选招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到时间里 神来鼓招了 好 那这里 当然主要就是对着外邦人 清楚吗 我不能讲太复杂 越复杂 大家越不清楚 我只是告诉你 这里这些字是有点不一样 那第三个就是 最后这里说的 被招的多 选上的少 那这里这个招是指定 指定 这个怎么讲 蒙招指定 换句话说 他强调 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 来招你 听不懂吗 我问你啊 有没有一种的呼召声 没有一个目标 不会 所有的呼召都是 比方说招声 这个就是为了一个目标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还有当兵 这个呼召你入伍 他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这样大家能理会吗 好 算了 我看这个 这个不能讲 太那个了 大家会有点复杂了 那我先这么讲 这里连续有两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在21章的末了 那里 葡萄园的比喻 21章末了 葡萄园的比喻是强调 神的国 像一个葡萄园 你注意那边是讲神的国 像一个葡萄园 乃是神的儿子 要承受的产业 听不懂啊 那个葡萄园就是神的国 是神的儿子要承受的一个产业 那这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同时也是告诉我们 隐身啊 旧约的结束 好 接着就是22章 这里开头 这一个比喻 他强调 不是神的国 是诸天的国 像一个婚宴 乃是神的儿子 要婚取的一个延续 听得到吗 22章 21章末了 那里说到 那个葡萄园 是强调神的国 像一个葡萄园 这个葡萄园 他乃是神的儿子 要承受的一个产业 所以他们不是讲 来吧 我们把这儿子杀了 因为他是要承受产业 对不对呢 然后神就愤怒 说我要把神的国 转给那些能结果子的人 对不对 所以那里是指神的国 好 那这个强调什么 就是神的儿子 要承受的产业 那22章呢 我再说 这里啊 就范围没那么大 是说诸天的国 诸天的国 是在整个神宇宙 是神的国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你们去读 马开吟不是有那个图吗 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好 诸天的国 像什么 就不是葡萄园 像一个婚宴 乃是神儿子 要婚取的一个延习 这是 这个比喻主要告诉你 新约的开始 可以了吧 这样比喻 你先要打这个笔子 那当然不言而喻 葡萄园 重在什么 劳苦 婚宴重在什么 享受 用这个名 你喜欢哪一个 享受 这个问题啊 简单到大家都不想回答 所以没有人回答 但是还是要请你回答 你喜欢哪一个 享受 享受吧 对不对 感谢主 好 那这里啊 这个我们就来看 那这边话就说到 第四节说 看哪 我的延习已经预备好了 你注意一下 这边那个延习 你用特别给我们一个 似乎很不起眼 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注解 但是这个注解 就是解开这一段话 非常关键的一个注解 这里这个第四 第四节第二个注解 他说 这里这个延习就是 看哪 延习已经预备好了 主要是指的第一餐 在清早工作前吃的 有没有读到这个注解啊 好 换句话 就是说 这里这个延习啊 你看这个很特别 有没有人啊 请这个婚宴的延习 用早餐啊 想都想不到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观念里面 早餐怎么会延习 早餐啊 吃个鸡蛋喝个牛奶 就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这里不是重在 教妈妈怎么做早餐 看这里是告诉你一个非常重大的事 什么重大的事呢 时代转行 行不清楚啊 时代转行 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与神的关系完全长 或者我们在神的经约里面 那个处境完全长 在旧约里面 或者在旧造的里面 你要知道 人啊 是活在先老苦 再安息的情形 这是旧造 神仙做工做了六天 第七日安息 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守 安息日 正在旧造 人活在律法的要求底下 就是活在这个原则 听不清楚啊 它没有什么共鸣 虽然你就是做工 做工 应付律法的要求 应付到最后 都做完了 你就安息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 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是不是啊 好 那这里就给你看见 新约开始了 它整个的原则转了 转了什么呢 就不是在那个 先老苦 然后才安息 乃是先有共地 然后再一开始 一天的工作 这个清晨就是表征 新约的开始 清楚吗 这个旧约是用啊 这个月亮来表征的 你去读一下这个 启示录十二章 那个有一个宇宙的富人 对不对 然后这个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活在十二星 那里的月亮 就是表征在旧约底下 守律法的神的感性 清楚吗 因为月亮本身是没有光的 它只反照日头的光 就像律法 清楚吗 它不过是见证基督 它不是基督自己 你读读律法 你就知道 哇 基督是怎样的一个 但律法本身不是基督自己 它是反照而已 清楚吗 而日头呢 来了 日头就是基督 日头啊 它会放光的 日头一升起 就是表征旧约的黑夜 结束了 有没有 你不觉得喜乐吗 基督作为清晨的日光 升起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人与神的关系 完全转换了 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去守律法 活在神的要求底下 以求取安息 现在呢 乃是先来供应 先来得供应 然后呢 在这样的一个供应里面 我们来满足神 一切工作的需求 你知道这就是这里的言识 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注解 刚才说的清朝 清造 工作前 对不对 在新约时代 我们有没有工作 你不要说就没有 当然有嘛 我再问一下 在新约时代 我们还有没有工作 有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前一个比喻 甚至说 我要把这个葡萄园 收回来 去交给那个 能解果子的人 谢谢大家